内蒙古自治区地处中国北疆 拥有森林、草原、湿地、湖泊、沙漠等多种自然形态 是中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 有着极其丰富的综合性生物多样性系统 近日,记者在内蒙古自治区多地走访 了解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 与身边的野生动物和谐共存的故事 峭壁耸立的阿尔巴斯山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多斯市厄托克齐 齐盘景镇北部 这里栖息着中国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颜阳 而当地69岁的二日病老人 是这些颜阳的送水工 颜阳那个东西没有什么外来的颜度 它就好天天下雨了它那喝少许 天不下雨它在水也喝不到 好多这个地方也是汗量是问题不大 它颜阳它倒是吗? 这次去 可怜可怜 喜爱户外摄影的阿尔病 在跟踪拍摄颜阳时发现 由于缺水 颜阳在哺乳期奶水少 小羊羔吃不饱 于是萌生了给颜阳送水的想法 在过去的11年间 他每隔一天就会驾驶摩托车 在山路上颠簸一个多小时 将40多斤水送到海拔1700多米的山顶上 之后用绳子将水桶降至百米深的谷底 阿尔病在机上安全绳摸索着爬下去 将水倒进石坑 如今 当地相关部门赤字在阿尔巴斯山下 打了一眼约600米深的激进 同时新建了蓄水池供颜阳饮水 不用再辛苦松水的阿尔病感慨地告诉记者 这11年来他见证了颜阳从几只到上百只的变化 胆小的颜阳现在见到他也不再害怕 那个时候上十回三就是有那么三两回 接那么三五个 后来这个数量就多了 现在每天上三基本没有 接不到时间没有 无独有偶 在棋盘井镇300多公里之外 巴雁闹尔士乌拉特后期朝隔温多尔镇 42岁的牧名冈巴特 用20年时间 让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北山羊的数量翻了十余倍 这些年 刚巴特为北山羊送水送草 安装远红外监测仪进行监测 还牵头成立了保护队 配合野生动物保护部门 开展北山羊保护地巡护 如今当地不仅北山羊的数量增加 还出现了北山羊的天敌狼和舍利 相关专家表示 这反映出该区域内食物链正在逐渐形成 十分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区域内房铆 Kob或专家库的 阿尔病和钢巴特的故事 只是内蒙古地区的缩影 在这里人们救助野生动物 与野生动物和学共生的故事已屡见不鲜 近年来内蒙古地区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开展生态保护修复 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不断提高 截至2020年底 内蒙古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182个 总面积1267.04万公顷 占内蒙古国土面积的10.71% 生物多样性它与我们人类的关系 应该说是息息相关的 保护生物多样性 不能仅靠政府的努力 还需要我们公众共同参与 在保护中探索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可持续发展路线 能够为建设中国北疆这道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